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現在在車拍這段影片 因為在這裏停下來等人 安全的車是固定的 我等人有時間 可以拍攝機 和大家分享一些視頻的話題 或者有空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 一個蝙蝠的話題 最近有朋友都問我 有讀視頻的朋友問我 什麼叫蝙蝠呢 經常看到網上有人說蝙蝠 或者看到一些文章都提到蝙蝠這個詞 不知道什麼叫蝙蝠 其實蝙蝠這個詞 是來自菲林年代的詞語 是指菲林的尺碼 當然現在用數碼時代 不同的數碼相機 裡面的影像感應器 即是一般的傳感器 是有不同的尺寸 有不同的尺寸 我們稱為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尺寸 影像感應器 就叫做不同的蝙蝠 意思是拍攝出來的 原生的 影像的尺寸 事實上在菲林年代 我們都很著重蝙蝠 為什麼呢 因為在菲林年代 蝙蝠大小 直接影響了 你的照片能夠放大 只有多大 以前我們最流行的蝙蝠是 135或是35米里 135最流行的意思是 畫得最普及 是不是最好呢 肯定不是 135只是比較方便 價錢便宜 相對上 每一張拍攝的價錢便宜 但是在畫質上 它是僅僅被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135 事實上 在我們那個年代 叫做小型攝影 假如 如果你有留意香港的沙龍圈 你都知道 我們香港有一個 叫做35米里會 35米里小型攝影 就是講這種蝙蝠 事實上 在六、七十年代 一些沙龍影 他們玩的相機 是要用一些比較大的蝙蝠 是用120的菲林 120菲林 是現在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名字 是中蝙蝠 其實都是來自 菲林年代 中蝙蝠 當然 為什麼叫中蝙蝠 因為資上有大蝙蝠 先講大蝙蝠 有大廣大 大蝙蝠 其實指 四乘五吋 八乘十吋 這些片裝菲林 它是一張一張 什麼概念呢 假如你有去過醫院拍X光 那張X光片 其實是一張負片 一張底片 很大張 八乘十的菲林 就是八乘十吋 這些一張一張的菲林 四乘五就是四乘五吋 這麼大張的一張一張的 扁裝菲林 在商業攝影機 是會用四乘五底片比較多的 四乘五比較多 八乘十都比較少 八乘十 因為八乘十都是一些 再早一點時間的 一些藝術家 他們會喜歡用八乘十機 商業攝影機師的話 普遍是流行四乘五 四乘五的質素 真的高 因為底片夠大 但是四乘五是很不方便的 使用四乘五的 那些叫做 景色相機 景是風景的景 色是形式的色 不要寫錯 我看到很多 寫文章 寫雜誌都有 將景色寫為風景的景 色彩的色 景色相機是錯的 應該是形式的色 景色相機 view camera 商業攝影師 會用這種相機去拍照 但是呢 這種view camera 是不方便的 比較大部 鏡頭又大 重 裝嵌需時 是困難的 事實上 假如要拍攝時裝 出位置的商業攝影師 他可能會用一些 較小的格式 但是呢 不是一三五 主要是用一二零的底片 一二零的中片幅 是較小的 但一二零沒有一個固定的 單一的片幅 一二零是菲林的編號 但問題呢 一二零菲林 普遍會有幾種流行的 片幅 最多人用的是 哈蘇格的六成六 六成六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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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四成五吋 是相差很遠的 已經叫做小很多 但這種一二零菲林 都在商業攝影上 還可以拍雜誌 封面 拍廣告 都還可以 但這已經是最低的要求 假如拍雜誌 拍Fresh 多數會用六成六底 一二零 哈蘇格 正方形 當然 在現實世界 你可能很難看到 正方形的商業照 為什麼呢 因為拍了這種照 最後都是用來剪裁的 做封面的才直到 印內葉的才還不到 大概這樣用法 除了六成六之外 有一個小小小小的 就是六成四點五 六成四點五CM的底片 就是最小的一二零格式 嚴格來說 商業上 基本上不會用到六四五的 六四五可能是一些攝影法 才有 一些業餘的 但又喜歡用 比較便宜大小小的 底片的 攝影師會用 六四五 那麼 六四五 其實當時我都用過 六成六 我都用過 感覺上六四五 其實跟六成六 相差很少 假如你拍的相片 橫倒也好 直到也好 你不打算做剪裁 六四五其實差不多 因為六成六 你做一個剪裁的話 就是六四五差不多 好現實在商業上 攝影師多數用六成六 例如主要是Hasselberg 或者是Bornica相機 在六成六以上 其實還有一種很流行的 是六成七 六成七CM 六成七 最多攝影師 商業的一班會用Mamir Mamir有一部相機很出名 叫RB67 後來改良了RZ67 這部相機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鏡頭 和機身之間 有一個Bearro 有一個伸縮的皮康 它可以很容易拍到微距相 所以在商業攝影上 這部相機很流行 甚至它很方便 由橫變直 所以六成七 在商業上 都很流行的一個尺寸 六成七大一點 六成七之外 還有一些影風景 它會用六成九 六成九 但真的比較少 一二零菲林 如果拍Huzzle 的話 它會拍到十二格的六成六 一二零之下 就是一三五菲林 一三五菲林 坦白說 現在的人 雖然叫做全片荒 OK 好像很大很大 這樣 事實上 在我們菲林年代 一三五菲林 只是一種業餘的格式 因為在商業上 大家是不會用的 沒有辦法 你學攝影的 就一三五菲林 你家庭相片 一三五菲林 記者都會用一三五菲林 輕便 但是由於記者曬日相 不會很大 所以都是一種 比較靈活的蝙蝠 所以是很流行的 但不是代表它最高質素 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是不同的蝙蝠 在一三五之下 有沒有其他蝙蝠 是有的 在一三五之下 曾經 有些半格相機 是用一三五拍半格的 例如Olympus 出過 Nikon也出過 但比較少 他們不算一種流行蝙蝠 而且是在一三五那裡改的 在一三五之下 還有什麼蝙蝠 最多人用的是有兩種 一種是一零菲林 一零菲林厲害了 假如要看舊的 尖時邦片 當然是說那些 血戰火戰嶺 那些 湧泡什麼什麼 新康納利年代 那些 那時候的尖時邦 會用一一零菲林 做特務相機 相當厲害 一一零 一零菲林 為什麼呢 因為底片很小 那一格菲林 拍完出來 卷收起來 很容易偷運 那些特務 就拿一部一零菲林 來偷拍文件 一同菲林 就拍得沒有幾多張文件 假如用今天標準的話 一份文件有幾百頁的話 那這些特務機 就不知換幾桶菲林才夠 那肯定不行 但一零菲林 小到大家沒有人用 為什麼呢 實際太小 它小到只能曬八成十的照片 很勉強 再大一點是用不到的 那具體一零菲林 就是今天的M43 即是今天的M43 你問一零菲林 就代表小到不能用 那如果你說M43 那如果你說M43 是數碼的 是數碼的 一零菲林的話 我想即是不用買 如果認識那些 那它肯定是肥了 那它肯定是肥了 那蝙蝠大致上 菲林年代流行 那這些 那一零菲林之外 還有一些業餘的 例如126 那樣真的比較少人用 大致上這樣 那蝙蝠這字 就是那時候來的 那到數碼年代 那實際上 最開始是沒有什麼蝙蝠可言的 最早期的數碼相機 是以DC開始 即是小型那些 就真的不同廠 就可能真的做些不同的東西出來 就沒有什麼標準的 慢慢它們可能標準了幾個尺寸 例如1 over 2.3 吋 後來有1 over 1.7 吋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size 就是古靈精怪 即是說不到那麼多 起碼在視頻上 我們沒有人覺得1 over 2.3 不是一種什麼蝙蝠 就是1 over 1.7 一種蝙蝠 即是小到已經不堪 基本上 大致上要大到什麼呢 大到APSC APSC 這個也是比較後期的菲林蝙蝠 在數碼攝影 數碼相機 在90年代開始研究 90年代中 與此同時 135菲林 就面對一種改革 菲林公司 有五間公司 加上做了一個 APSC 的制式 Advanced Photo System 先進攝影系統 這個系統的size 比較小 小到幾小呢 小到現在的APSC 差不多 APSC 這種size 可以一同菲林 拍三種格式 APSC H APSC 還有一個全景格式 基本上 是生不逢是 這種菲林的好處 就是有一個磁帶 在菲林筒 可以跟相機 做一個交換資訊 所以又叫做 IX菲林 當然這些名字都沒有人叫 是我們的老鬼 那年代過來才知道 APSC 就很快沒有了 到數碼年代 格式是小的 最初是小的 做不到135 size 當然很多朋友都希望有135 size 這個APSC 當時是沒有這麼說法的 慢慢人覺得這種小的尺碼 就近似當年的APSC 裏面的C格式 近似不是Exended 所以就叫做APSC 成為數碼攝影年代 一個比較流行的格式 但大家都懷念當年的135格式 希望他認為APSC 這種格式是小了 我認為他好像是以前的135材了 所以叫做Crop 這個是叫法 實際上是原生的 到135出來 大家覺得這個真的是完整的了 完整的扁褲 叫做Full Fane 這個紙有少少誤導 很多人覺得Full Fane就是Full Full Fane 其實Full Fane 在我們菲林年代 只是小型格式 不由流 只是一種普及的意思 在藝術上或者商業上 他太小了 這個當然是 攝影的知識 而現在在數碼年代 135Full Fane 就叫做普遍的比較大的蝙蝠 最大的當然是有中蝙蝠的數碼 至於大蝙蝠四成五 我就相信應該不會有人做的了 所以在這個年代的話 數碼充蝙蝠已經是最大的 數碼充蝙蝠 數碼充蝙蝠 全蝙蝠 應該是在流行的格式中 應該都算最大的 APSC 應該都可以的 因為畫質都可以的 它應該是等於當年的 電影的135格式 當然關於攝影的枕色 有很多的 今天分享到這裡 OK 拜拜 假如你覺得這段影片是OK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 轉發給你認識的攝影朋友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可以按下小鈴鐺符號 當我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再見 電影 這樣 是有很多 bouncing 鍵